《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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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听今年的神中课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7月7日 今天会讲的圣经人物是约瓦斯 约瓦斯这个名的意思是耶和华以赐下 约瓦斯是南国犹大国王之一 公元前841至801年 约瓦斯在她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 就在千经万险之下 躲避了她祖母阿泰利亚所策划的屠杀 阿泰利亚成功奪走了由大国的皇位 但约瓦斯的一位姑姑和她的奶妈 将她藏在一个卧室里面 约瓦斯和她的羽毛藏在耶和亚的殿女六年 《列王记》下十一章三节 在那几年里面 她和祭司和大祭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事实证明 这样带来了非常正面而重大的影响 经文告诉我们 约瓦斯在祭司耶和耶带教训她的时候 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列王记》下十二章二节 约瓦斯七岁的时候正式登基为王 显然其中有一段时间 肯定是由其他人负责治理国家 大祭司耶和耶带在这个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约瓦斯长大后 她不再是人家手中的快女 我们从《列王记》下十二章的内容 可以推断她发起并出众了很多重要的宗教改革 她本人也不再需要接受任何指示 反而逐渐能够领导那些在她年轻时曾经指导过她的人 这个正是我们应该经常见证的过程 年轻人必须先受教 并且从周围的人他们的智慧中受益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并且成为那些受托领导和关怀的人的榜样 现在我们一起祈祷 好 上帝啊 我感谢你赐下很多可以供我学习的典范人物 请帮助我都成为其他人的榜样 如果大家想对约瓦斯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可以看回《圣经的《列王记》下十一章和十二章 期望明天大家继续收听 拜拜